接著我們要上的內容是有關於所謂的等速度運動 這裡目前就只是一個想法跟觀念 然後呢,你有什麼特別的 如果速度隨時隨地都相同,就稱之為等速度運動 前面講過什麼叫做速度要一樣 速度要一樣,必須要大小一樣,方向也要一樣 所以呢,像這樣呢,就是一個等速度運動 上面那個是總共現在幾秒,下面經過幾秒 它都是經過兩秒兩格,然後呢,上面其實走一個旗桿 所以相同的時間走過相同的距離 這個叫做所謂的等速度運動 這裡有兩台車子 來看一下哪一台車子是在做等速度運動 OK,那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他們兩個在相同的時間走過相同的距離 只是過程不一樣 這會帶到後面的一個問題 我們也到後面再跟你說 後面再跟你說 後面再跟你說 然後呢,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車子在這邊轉 好,假設我們隨便說 兩秒鐘轉一圈,一秒鐘轉半圈 好,這樣的一個轉法 它算不算是等速度運動 它是不是一個等速率運動 當台的車子第一個動畫裡面 假車跟乙車 我們乙車是做等速度運動的 你看這種第二個動畫才對 第二個動畫 乙車是做等速度運動的 因為它在維持均勻的運動狀態 最後一個繞圓圈圈的那個動畫 它基本上呢,在相同的時間走過相同的距離 好,就跟我們那個時鐘一樣 一分鐘秒鐘,一分鐘走一圈 半分鐘走半圈 那但是呢,它的方向一直在改變 所以呢,它是一個等速率的運動 叫做等速率圓周運動 但它不是等速度運動 因為它的方向一直都在變化 它的方向一直都在變化 所以,我們從前面的動畫裡面 那個假車、乙車裡面 我們知道一件事情 走直線的運動 不見得是等速度運動 假車跟乙車都走直線 可是一個等速度 一個非等速度 但是,如果我是等速度運動 我一定是直線運動 你瞎明 為什麼 為什麼我是等速度運動 我 我就一定是直線運動 三號 為什麼我是等速度運動 我就一定是直線運動 你瞎明 很好 因為它的方向是不會變的 它永遠朝一個固定的方向前進 它方向不會變 它永遠都朝一個方向前進 所以它一定是走直線 所以它鐵定是走直線 一定走直線 OK 所以等速度運動有兩個特性 第一個特性是 它會在相同的時間 走過相同的距離 第二個 它會朝固定的方向前進 所以它一定是直線運動 這就是 等速度運動的特性 相同的時間 走過相同的距離 朝固定方向前進 鐵定是 必定是直線運動 於是乎 請問 開汽車的時候 車上有些裝置 是可以用來改變它的速度的 改變它的速度 請問你哪些裝置提示答案 速度的改變可以改變大小 也可以改變方向 也可以兩個都改變 汽車裡面的什麼裝置 我們應該講 那個 自排車好了 因為手排是要可以動一些別的手腳 走開汽車通常可以動一些別的手腳 那 可以 做哪些是有事改變的 請車站接問 好 後門 二十八 方向盤 很好 還有再講一個吧 再講一個吧 手刷車 手刷車 跟刷車 請坐 油門跟刷車 油門踩下去是加速 刷車抬下去是減速 這兩個都是改變所謂的 速度的大小 方向盤呢 是改變速度的方向 那如果開手排車 有人會所謂的 擋煞 用那個排檔去做煞車的 他用煞車 那我就不理他 我們不管 所以呢 這些都是可以改變 所以這只是要告訴各位 什麼叫做等速度運動 提示一下 為未來做準備 什麼叫做速度的 改變 什麼叫做速度的改變 那因為國中基本上只教直線運動 所以方向改變 對我們國中生不太重要 我們都通常只管那個大小的改變 這就是有關於等速度運動的觀念 OK